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做一個什麼呢 排序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由小排到大 由小到大的話呢 該怎麼排列 由小到大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 亂數 第二個問題 最大的 第三個問題呢 它的列號怎麼取得 第四個問題的話呢 我要由小排到大怎麼排列 那最後的話 第五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我如果希望呢 各位數字自動補0的話 因為你看到這個1有沒有 感覺有點怪怪的有沒有 其他都2碼 那各位數字呢 如果只有一碼 感覺怪怪 所以呢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要怎麼樣可以呢 讓它格式化 以後出現的話 就一定是2碼 也就是各位數呢 自動補0 自動補0 那所以你看 這些地方有幾個函數你需要匯 這第一個部分 就是選號的這個頁面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切到那個所謂的選號 那選號呢 你想說 選號我要怎麼選呢 比如說我勾了2 10 18 26 34 42 假設我勾這些 那我怎麼可以知道說呢 最後可以得到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怎麼去判斷說呢 我到底選了哪些號碼呢 那選完這些號碼之後呢 為什麼它自動會帶到這邊來呢 有沒有 自動帶到這邊來 那中間呢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喔 其實這裡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們需要學到的喔 第一個 怎麼樣在這個上面 產生什麼呢 所謂的Check Box 就是讓人家打勾啦 可以讓人家挑選 那挑選的話呢 會必須有幾個呢 49個 必須有49個 讓使用者自己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再去做判斷 如果有打勾的話呢 這邊會變成有1對不對 有1 那如果有1的話呢 表示說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數值 1到49的話呢 這邊可以產生1到49的號碼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再去相乘 比如說呢 有1的話 乘出來才會有這些號碼 在這個範圍的號碼裡面呢 除了這個有勾選之外 其他都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0 為什麼呢 因為 數字呢 跟0相成 一定有的是0 那我們就把這個範圍裡面呢 把最大的有沒有 最大的幾個數字呢 分別把它抓過來 那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這個6個號碼 勾選6個號碼 那最大的 挑出來之後的話呢 最後再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呢 排序由小到大 那最後的話 再做個什麼呢 做個格式化 讓它變成2碼 那再來的話 把這個資料呢 用什麼呢 複製貼上什麼呢 貼上連結 把這個地方貼過來 就可以得到 那最後再做一個開槍的按鈕 比如說這個地方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但是這個地方 它的範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地方 像這個V路加元素呢 我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如果是0的話是完全比對的 1的話是找接近 所以這裡應該是1才對 那課本的這個範例光碟 給的應該是錯誤的 所以你特別注意把最後這個參數呢 把它改成1 好 那至於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 第一個 你們先看一下 把這個完成的檔案呢 先開起來看一下 了解一下 開完之後的話呢 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看要不要關起來 或者把它縮小放在底下 再來的話呢 開啟example的這個範例 我們用example來練習好了 因為如果要刪除 可能要刪除蠻多東西的 那這邊的話呢 請你在開啟這個example裡面的那個大樂透檔 然後呢 我們再來一個一個練習好了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呢 原則上是最難的地方呢 是怎麼樣 是因為它的邏輯實在是太複雜了 那前面同學光喔 看到這個邏輯喔 頭都暈了喔 我如果期望呢 各位數字自動補0的話 因為你看這個1有沒有 感覺有點怪怪的有沒有 其他都兩碼 那各位數字呢 如果只有一碼感覺怪怪 所以呢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要怎麼樣可以呢 讓它格式化 以後出現的話 就一定是兩碼 也就是各位數呢 自動補0 自動補0 那所以你看 這個地方有幾個函數 你需要匯 這第一個部分 就是選號的這個頁面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切到那個所謂的選號 那選號呢 你想說 選號我要怎麼選呢 比如說我勾了2 10 18 26 34 42 假設我勾這些 那我怎麼可以知道說呢 最後可以得到這個 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就是 怎麼去判斷說呢 我到底選了哪些號碼呢 那選完這些號碼之後呢 為什麼它自動會帶到這邊來呢 有沒有 自動帶到這邊來 那中間呢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其實這裡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們需要學到的 第一個 怎麼樣在這個上面 產生什麼呢 所謂的checkbox 就是讓人家打勾啦 可以讓人家挑選 那挑選的話呢 會必須有幾個呢 49個 必須有49個 讓使用者自己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再去做判斷 如果有打勾的話呢 這邊會變成有1對不對 有1 那如果有1的話呢 表示說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數值 1到49的話呢 這邊可以產生1到49的號碼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再去相乘 比如說呢 有1的話 乘出來才會有這些號碼 在這個範圍的號碼裡面呢 除了這個有勾選之外 其他都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0 為什麼呢 因為 數字呢 跟0相乘一定有的是0 那我們就把這個範圍裡面呢 把最大的有沒有 最大的幾個數字呢 分別把它抓過來 那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這個6個號碼 勾選6個號碼 那最大的 挑出來之後的話呢 最後再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呢 排序由小到大 那最後的話 再做個什麼呢 做個格式化 讓它變成2碼 那再來的話 把這個資料呢 用什麼呢 複製貼上什麼呢 貼上連結 把這個地方貼過來 就可以得到 那最後再做一個開獎的按鈕 比如說這個地方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但是這個地方 它的範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個V路加元素呢 我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如果是0的話是完全比對的 1的話是找接近 所以這裡應該是1才對 那課本的這個範例光碟 給的應該是錯誤的 所以你特別至於把最後這個參數呢 把它改成1 那至於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 第一個 你們先看一下 把這個完成的檔案呢 先開起來看一下 了解一下 開完之後的話呢 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 看要不要關起來 或者把它縮小 放在底下 再來的話呢 開啟Example的這個範例 我們用Example來練習 好了 因為如果要刪除 可能要刪除蠻多東西的 那這邊的話呢 請你在開啟這個Example裡面的那個大樂透檔 然後呢 我們再來一個一個練習好了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原則上 是最難的地方是怎麼樣 是因為它的邏輯實在是 太複雜了 那前面同學光看到這個邏輯 頭都暈了 所以我就先跟各位做個解釋 光這些 這些步驟 你會覺得怎麼這麼的麻煩 當然 這個是 這本書的作者的邏輯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簡化 你不是說只有完完全全要照它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說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可以 第一個 如何產生亂數 七個亂數 方法不只一種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去比對 比對出亂數的結果